第五章 直播营销的传播已发酵 通过阅读本章内容 你将学到直播传播计划拟定 直播视频剪辑 直播软文撰写与传播 直播表情包制作 直播粉丝的维护 5.1 直播传播计划拟定 一场完整的直播活动 包括直播前的策划与筹备 直播活动的开展 以及直播结束后的发酵 因此当主播与观众告别后 直播相关的工作并未结束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在直播网站以外的 微博 微信 论坛等平台继续宣传 将直播效果放大 直播结束后 可以对直播进行图片 文字 视频等多维度传播 无目的地传播会导致传播不聚焦 因此在进行传播工作前 需要先按照传播步骤 制定传播计划 以保证传播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如图5.1所示 直播活动的传播计划 包括确定目标 选择形式 组合媒体三部分 目标的确定是直播后续传播的基础 否则就算是制作出精美的视频 或引人发笑的表情包 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直播传播的目标通常包括 提升产品销量 加强产品知名度 提升产品美誉度 促进品牌忠诚度的 直播传播的目标不是独立的 而是与企业整体的市场营销目标相匹配的 确定目标后 接下来需要选择传播形式 即以何种形式出现在网友面前 目前常见的传播形式包括 视频 软文 表情包三种形式 这三种形式可以独立推广 也可以组合后 以视频加表情包 软文加表情包等形式进行网络推广 敲定传播形式后 需要对媒体进行组合 不同的传播形式所需求的媒体平台各不相同 如表5-1所示 视频对应的媒体平台为 微博 微信 优酷等组合而成的 自媒体加视频平台组合 软文对应的媒体平台为 知乎 虎秀 36课等组合而成的 媒体加论坛组合等 课堂讨论 无论选择的传播形式是什么 企业官方自媒体都是 媒体组合中的必要环节 你认可这句话吗 请说出理由 完成以上确定目标 选择形式 组合媒体的思路整理后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将直播后期 传播工作 细化到人 精确到时间 并设计表单进行整体推进 表单与第三章的项目推进表一致 思路整理与细节推进都策划完成后 直播营销的传播计划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5.2 直播视频剪辑与传播方式 在线直播只能在规定时间内参与 为及时参加的网友无法在直播后了解直播的内容与理念 因此在直播结束后 企业新媒体运营团队需要将直播内容整理并推送到其他平台 目前网民的浏览需求已经由无图无真相 过渡到无视频无真相 通过视频的形式把直播活动推广出去 是直播发酵与传播的最佳方式之一 视频推广包括思路确定 视频制作 视频上传 视频推广四个步骤 依思路确定 直播活动后的视频传播为全程录播 浓缩摘要 片段截取三种思路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在视频传播前 敲定视频编辑思路 以便进行相应的实施与推广 以进行时间较短 30分钟以内 且全程安排紧凑的直播 可以采用全程录播的视频制作思路 将直播的全程录像作为视频主体 除此之外 利用片头与片尾对直播名称 参与人员等进行简要文字介绍即可 二进行时间超过30分钟 且存在大量等候内容 如体育比赛暂停时间 晚会后场等待时间等的直播 可以采用浓缩摘要的思路 录制旁白作为直播摘要或解读 整体与电视新闻相似 如一场新品发布会直播结束后 可以单独制作浓缩摘要式视频 利用旁白进行直播解读 某月某日上午 北京某公司进行了新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公司研发经理 详细讲解了新品主要功能 插入直播视频中的研发经理片段 随后公司邀请了歌手某某进行表演 插入直播视频中的表演片段 三 整体特色不大 仅一小部分有趣的直播 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视频制作思路 仅截取拼接直播中好玩温暖 且有意义的片段 其他片段不予处理 二 视频制作 手机视频可以使用VUE 美派大师 快手等软件直接编辑 PC端的直播视频可以利用格式工厂 爱剪辑 会声会影等软件实现剪辑 格式转换等功能 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在软件官网查看 或在百度搜索某软件使用方法进行学习与操作 视频上传 视频制作完成后可以上传至视频网站 便与网友浏览 目前可供上传的视频网站包括 优酷网 爱奇艺 土豆网 搜狐视频 乐视视频 凤凰视频 腾讯视频 新浪视频 哔哩哔哩等 在视频上传之前 需要阅读网站的上传 注意事项 特别是网站对于视频大小 视频格式 视频清晰度 视频二维码等内容的限制 防止因违反网站规定而无法上传或审核不通过 现阶段各大视频网站对于视频的基本规则限制 如表5-2所示 四 视频推广 为了使网络直播活动效果持续发酵 需要进行视频推广 以便更多网友点击查看视频 网友浏览互联网视频 主要通过视频网站推荐 主动搜索自媒体平台推送三种途径 针对视频的推广 也是围绕着三种途径去开展 一 视频网站推荐 视频网站首页内页通常有推荐栏目 为了提升视频浏览量 运营负责人需要与视频网站充分沟通 了解推荐规则 按照推荐规则优化视频 并提交视频推荐申请 二 提升主动搜索流量 网友通常会在搜索引群网站 百度 搜狗 360搜索等 或视频网站搜索相关关键词 获取希望看到的内容 箭图5-2 显然排名靠前的视频会获得更多的点击量 为了让网友搜索相关关键词时 能够发现企业的直播视频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视频文字进行优化 将相关关键词植物视频标题 视频描述等文字内容中 如某电商平台的直播视频上传后 原标题为某某平台直播视频 优化后可增加 购物推荐 买买买等网友常搜的相关关键词 标题改为某某平台直播视频 最新购物推荐 主播带你买买买 三 自媒体平台推广 企业直播活动需要将直播与自媒体平台相结合 一方面利用直播宣传微卖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另一方面在直播后利用自媒体平台推广直播视频 便于为参加直播的平台粉丝了解直播内容 2017年1月13日 锤子科技在公司CEO罗永浩参加极客公元2017年GIF大会 并分享创业以来自己的变化与成长 同时谈到新的一年锤子科技的大致方向与策略 会议结束后 锤子科技官方微博发布了直播视频回顾 剑图5-3 通过公司微博推广视频 罗永浩在直播第二天再次获得微博平台的粉丝转发与讨论 课堂讨论 某书店进行读书沙龙直播 直播结束后由你负责视频传播 请撰写你的视频传播规划 包括视频制作思路 上传规划 视频推广规划等 5.3 直播软文撰写的五种技巧 企业营销部门通常会在重要活动 发布会周年庆 促销节等后进行媒体宣传 包括电视报道 报纸宣传 网络新闻等 在互动性更强的新媒体时代 网友可选择的余地变大 没必要在一家公司的宣传广告上停留 因此通过软文的形式 将活动细节 以网友感兴趣的形式呈现在其面前 更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的曝光量 为了覆盖不同特点的人群 直播软文的常用撰写有五类技巧 包括行业资讯 观点提炼 主播经历 观众体验 及运营心得 一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类软文 常见与严肃主题 新闻发布会 媒体推介会等 直播后的推广 主要面向关注行业动态的人群 通过行业资讯 将直播活动以 本行业最新事件 业内大事等形式 发布于互联网媒体平台 吸引业内人士关注 案例分析 请扫描图五纲四所示的二维码 2016年8月27日 首届互联网直播家 全球产业大会 暨直播行业高峰论坛 在北京召开 论坛以绿色价值 直播力量改变世界为主题 由掌门直播 中国网财经和互联网直播家 产业联盟主办 与会代表共同成立 直播家产业联盟和 直播绿色联盟 并签署发布了 直播绿色宣言 同时对在互联网价值 直播探索和实践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 王璞、刘克亚、盈创学院等 个人和机构进行了表彰鼓励 虽然大会当场 已经有掌门同步直播 但是在直播结束后 发布行业资讯 依然可以获得新的传播 使更多没有及时参加大会 或观看直播的网友 了解大会信息 二、观点提炼 观点提炼类软文 需要提炼直播核心观点 并撰写成文 互联网资讯铺天盖地 而网民时间有限 更希望直接看到最核心的内容 因此观点 因此观点交流类软文是 教授网民欢迎的软文形式之一 软文中可以提炼的核心观点 包括企业新科技 创始人心思想 团队新动作等 案例分析 请扫描图5-5所示的二维码 2016年5月10日 在国家会议中心 小米联合创始人 洪峰发布全新的 小米手机操作系统 米UI8 洪峰在发布会上表示 这款全新操作系统 收纳了很多发烧友的建议 经过一个多月的 集中优化迭代 开发版将于6月17日 正式上线 届时小米红米全新升级 开发版用户 可以直接OTA在线升级 稳定版用户 可通过卡刷或线刷的方式 进行升级 本场发布会 利用小米直播平台 全程直播 发布会结束后 小米公司官方微信 采用观点提炼的形式 提炼出了手机 扫文档 翻译 扫题目等亮点 直接将新系统的 特性阐述出来 读者看后一目辽然 三 主播经历 主播经历的软文 不是从企业角度出发 而是以主播的 第一人称角度 类似主播的一篇日记 对直播进行回顾 与一般介绍的 企业文章相比 主播正写的文章 更有温度 更容易拉近 读者之间的距离 因此 在主播的文章中 植物企业核心信息 可以更有效地将核心内容覆盖 读者 按例分析 请扫描图5-6 所示的二维码 2016年9月3日 9月5日 9月6日 秋叶大叔连续三天 在斗鱼平台直播 分别以 你不知道的微信搜索技巧 如何读大学 如何管理你的时间 为主题进行分享 秋叶大叔为直播做足了准备 包括计算机 服装 道具 讲法 互动等 三天的直播 每场超过4500人参加 直播结束后 秋叶大叔在微信公众号发出文章 阐述了他在直播时的心情 体会经验 文章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分享 无疑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四 观众体验 观众体验类软文 完全以第三方对语气 讲述一场直播 由于和主办方 主播都没有关系 因此文章撰写可以更随意 更博人眼球 例如 一场户外旅行直播结束后 企业或主播发布的文章 只能正面描写旅行趋势 风景优美等信息 而观众则可以从 我都没听主播说话 只顾着看风景了 这是一场行走中的 相声表演等角度写文章 反而更接地气 直播表情包制作的四个步骤 表情包即通过趣味的图片 包括明星 动漫 影视截图等 加上相匹配的文字 形成特定的表情小图片 用来表达特定的情绪 直播活动中 有趣的图片 也可以通过截图的形式 保存下来 配上文字 成为直播表情包 表情包的制作 共分为 发现表情 表情截取 添加文字 表情使用四个步骤 一发现表情 直播活动结束后 在整场活动的视频中 遇到合适的表情 可以记录下位置 该表情具体在几分几秒 出现在神身上 便于统一制作表情 通常可用作表情包的 直播表情有以下几类 一经典同步性 互联网上已经有广为流传的表情 如金馆长表情 微信表情 新浪微博表情等 直播中与金链表情同步的表情 可以作为表情包素材 如图5-9所示 二 夸张表情型 当直播参与者 无意中出现皱眉 撅嘴 闭眼等面部表情时 可以标记并保存 在2016年 李约奥女子 100米杨勇半决赛 中国选手复原会 以午18秒95 排名半决赛第3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复原会说 58秒95 啊 我以为是59秒 啊 我有这么快 我很满意 我已经 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采访当天 以复原会为原型的夸张表情包 便在微博走红 二 动作表情型 直播中的人物动作 也可以作为人物情绪的体现 尤其是与台词 口语或流行语相关的动作 如轻轻地我走了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不许动 举起手来 下班了等 当出现此类动作时 可以保存作为表情包素材 2016年9月10日 新浪微博红人 PPT专家的秋叶大叔 做客新浪次频道 学院 分享了他的网络教学体系的搭建心得 在直播全程 秋叶大叔一改往日的严肃风格 不断与网友互动 并贡献了不少动作表情包 如图5-10做事 课堂讨论 打开你的微信 看看你的微信表情包都有哪些 与真人有关的表情包有哪些 哪些是你经常使用的 为什么会使用这些表情 二 表情截取 对静态图片表情 及动态表情截取方法不同 一 静态图片 直接将视频暂停 并用截图工具 QQ截图 微信截图 360浏览器截图等截取相应表情 二 动态表情 可以使用QQ影音截取 通过QQ影音打开视频 点击右下角掰手图示 图标 点击动画功能 在弹出的GIF制作界面中 通过滑动灰色线上的调节杆 选择动态图的起点与终点 然后保存到本地 三 添加文字 静态表情图片 可直接打开Photoshop 新增图层并添加文字即可 动态表情图在Photoshop里 以图层形式出现 每一帧记一个图层 点击右下角创建新图层 选中新建的图层并添加文字 企业名称 品牌名称等 可以水印的形式 增加在图片一角 四 表情使用 直播表情包制作完成后 只有内部人员知晓 作为直播活动负责人 需要将直播表情进行推广 直播表情推广平台 包括以下几类 一 企业自媒体 企业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在内容配图室 可以应用自家表情包进行推广 二 官方群组 粉丝群 试吃团 读者群等官方群组内 可以由管理员带动 在聊天中应用表情包 三 表情开放平台 微信QQ等分别推出了表情开放平台 原创表情可以尝试提交到表情平台 引导陌生网友查看于使用表情 课堂讨论 请拍摄一段五到十分钟的视频 视频内容可以是同学采访 篮球比赛等 拍摄后寻找合适的表情包元素 并制作表情 5.5 直播粉丝的维护方法 直播进行过程中 运营者可以利用直播页面 引导观众加入粉丝群组 也可以由主播在开场及结束时说明加群方式 观看同一场直播 或者面对同一个主播 或者一起发出弹幕 这样有共同体验的观众更容易有共同话题 更容易与主办单位或主播长期互动 直播结束后 运营者可以定期维护粉丝群体 与积极互动的粉丝交流 并在群内发起活动 实现观众到粉丝 到客户到忠实客户的变化 对于通过直播加入的粉丝 在直播结束后 可以通过策划线上活动 分享最新信息 邀请直播参与 发起专属线下活动四种方式进行粉丝维护 这四种方式根据粉丝程度逐层递进 如图5-11所示 首先在粉丝社群刚成立的时候 新媒体团队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策划一系列线上活动 制造熟悉感 其次在熟悉起来后 新媒体团队可以定期在群内分享专属的信息 让群内粉丝优先得到最新的折扣促销信息 再次逐步邀请粉丝一起参与下一场直播 良好的参与感是粉丝对社群产生好感的前提条件 最后定期发起线下活动 让线上聊天变成线下互动 一策划线上活动 与线下活动不同 线上活动不受地点天气等限制 发起更便捷 因此运营者可以将线上活动作为常规活动 定期举办 案例分析 2017年3月 天津沟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沟俊伟在默默直播进行了关于 8小时之外如何利用互联网赚钱的职场分享 直播结束后 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粉丝聚集在微信群继续讨论 为了继续持续提升群内粉丝参与感 群主每月定期组织群内活动 2017年端午节群主发起了粽子接力的活动 如图5-12所示 第一步 群主发起关于端午节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讨论 如图5-12左图所示 第二步 在讨论活热的时候 顺势发起粽子接力的自由报名 如图5-12中间图所示 第三步 实时汇总报名信息并马上开始行动 如图5-12右图所示 三天内 参与活动的粉丝便陆续收到群友寄来的粽子 在群内自发晒单与感谢 如图5-13所示 通过这一简单活动 既达到了粉丝相互之间增加熟悉度的目的 又使整个群成员拥有了归属感 虽然无法见面 群友依然可以利用线上活动逐步熟悉 二分享最新信息 企业直播 粉丝群需要营造的氛围主要是好玩有意思 但与此同时运营者也需要将企业相关信息 友好的分享在群内 企业对外发布的广告购买提示等 尽量不要直接发到群里 否则粉丝群逐渐会演变为广告群 群成员的参与度将逐渐降低 相反 群外网友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的最新资讯 可以定期在群内分促进群成员好感 可分享的信息包括 专属折扣链接 爆款产品提前购 企业红包口令 新品内购网址 买集赠暗号等 三 邀请直播参与 激发直播粉丝群参与感的最佳方式是邀请群友当军师 共同加入到下一次直播中 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企业的运营压力 从粉丝群发现设计 文案推广等人才 另一方面可以让粉丝得到充分的尊容感 自然更愿意在下一场直播中自觉扮演自己人的角色 参与到直播宣传 直播现场秩序维护当中 运营者可以邀请粉丝参与很多直播环节 如图五缸三所示 四 专属线下活动 面对面交流容易产生更多思想的碰撞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 好的企业活动运营也不能拘泥于线上 而是需要适时发起线下活动 促进粉丝交流 常在同群交流的粉丝 可以进行线下聚会 聚会的同时 企业运营团队可以借机邀请粉丝 适用新品 反馈建议 反馈回馈粉丝 增加粉丝的归属感与参与感 案例分析 从2011年开始 小米公司每年到了年中的时候 都会组织一个盛大的爆米花年度盛典 把陪伴小米一同成长的米粉 从全国各地请到北京来 这场爆米花年度盛典 就好像一场晚会 小米公司的所有创始人和团队主管都会到场 和米粉们聚集在一起拍照玩游戏 还可以吃到专门为活动定制的爆米花 盛典上小米公司会铺上红地毯 设计提醒舞台 并通过社区选出几十位在各个领域 非常有代表性的资深米粉 为他们制作专门的VCR 请他们走上红地毯 去领取一份属于他们的金米兔奖杯 米粉们发现 在米粉的群体中 开始有了属于米粉自己的大明星 通过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 小米粉丝能够和小米官方团队 一起进行产品改进和品牌传播 小米公司被称为互联网思维的践行者 小米微博微信的大量转发与好评 都来自于米粉 粉丝热衷于参与小米公司的活动 自发协助小米公司进行传播 其忠诚度归功于小米公司线下团队的深度运营 课堂讨论 你的大学举办了一场校园演讲比赛 全程进行直播 在直播结束时 主持人邀请观众加入演讲爱好者QQ群 继续交流 如果你作为管理员 请问哪些后续粉丝活动是可行的和相关的 为什么 1.每天清晨一练 大家发出60秒朗读语音 2.组织群友参加线上麻将比赛 3.每周在直播间请嘉宾分享演讲心得 并邀请QQ群内粉丝参加 4.举办演讲爱好者线下沙龙 5.举办线下骑行交流会 6.注册演讲类公众号 邀请群友投稿 共同参与运营 7.年底为最后约的群友赠送话筒耳机等小礼物